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没有问题 但2012年选举每一次选举都一样 就是价值的选择 我觉得大家就选的是一个价值 不管是说你对两岸的态度 你对中华民国的方向 或者你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否珍惜 我平常先讲 我认为亲民党 新党 国民党 至少价值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2012年如果大家做决定的话 难道认为 我们会认为亲民党或新党拿得到 不珍惜中华民国 希望以两岸的交流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态度的 绿营选民 或绿营的这些政治人物所诉求的对象 的一张选票吗 我觉得讲白一点 就是同样的价值观的人 彼此在争取国家的主导权 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好了 回过头来讲 如果我们这样的过程里面 而让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他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或者当选之后就要废掉ECFA 把两岸的交流当作国内政治的工具 让这样子的人当选 进而让这样子的人在国会过半 请问一下 那是不是对得起我们珍惜的价值 所以我必须讲 跟李老大还有文雄雄报告 我没有说一定要支持国民党 如果说有办法在这一个选区里面 让同样符合我这个价值的人 能够当选 不是让绿营当选的话 我愿意来促成这个价值 所以技术面而讲 我认为其实谁出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不认为应该在这样的选区里面 有两组三组 所有同样价值的候选人一起出来 让绿营得利 这是国民党的数据 谁出来 不管国民党或者亲民党在一个激战区 谁出来都可以 但是是不是能够决定赢 台湾今天的选举会搞得这么不健康 其实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玩民粹 民进党认为国民党一定卖台 国民党认为民进党一定亡国 中华民国会亡 他会搞台独 我告诉你 今天金美宁当总统都不会独立 今天许立龙当总统也不会统一 今天两岸这个问题 不会说这个就会任何变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说 所以不要用那个吓人 这个一提来一个法就没有了 什么没有 民进党绝对还会维持 到这个东西制度是一定会维持的 而且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立法院要有一些 这个亲民党的人呢 他要做任何事 要立法院去通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 亲民党在立法院呢 有一些立法委员的话呢 这个事是可以那个 我今天在讲就是说选票 刚刚就说讲的选举敌人 我们敌人是谁 我们都已经错了 我们台湾的民主 今天要跟大陆比较的民主 我们民主如果是这个样子 两党垄断 然后呢 人家是选举 不是选 我们叫选战 我们是对手 不是敌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最好的对手出来 一定要说 要妥协在 这是正男的 这不是正男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正绿 这不是正绿的 要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是觉得 正好 根本就是说 掩护一些既得利益者 在那边操控 玩弄台湾的民主 这里面讲的一个先决条件出现了 就是说 即使这个民进党 这个在未来说不清楚 因为至少目前 这个蔡英文这个主席说 我现在选前 麦克法是什么 等我选上 我再告诉你怎么做 这都无所谓 在这个无所谓的这种前提之下 我简单回应一下 立法院有亲民党 我认为不是坏事 我从来没有反对立法院 有优秀的亲民党级的委员当选 我觉得那个对蓝军来讲 不会是什么损失 今天我们担心的是 因为过程协调 产生有同样价值的多主人出来 因此导致于绿营当选 好了 我跟你老大报告 绿营当选的确如你所言 不会马上台湾独立建国成功 我同意 可是2000年到2008年是什么样子 因为走不出意识形态 让台湾空转也是事实 当他提出对台湾有利的论述的时候 他就必须对自己绿营的基本教育派 长期被他鼓弄 操弄的基本教育派 你这样做不是不爱台湾 你现在怎么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走不出来之后 台湾的确是空转 这是事实 我认为刚刚李胜峰老师提到 国民党执政与人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 执政有没有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讲 我们执政之后 至少我们的领导人 不会操弄意识形态 不会操弄族群之间的不信任 我觉得这至少我们做得到 对两岸的团结 两岸的和平和发展 是有帮助 对台湾内部的团结是有帮助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或者社会大众 大家已经听得很清楚 你们说 只要能够战胜的 不管是谁 国民党或者亲民党都可以 但对亲民党来讲 态度也非常清楚 我不要跟你受你传统的这一套 说我一定要在这么里面 来胜选一组 没有这种事 我这边先提一点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强调说 那个叫做敌人 不叫做对手 这是因为我们看了 这么多次的选举 你在选战期间 你攻击的方式 你是用对手的方式 在攻击吗 还是用敌人的方式 用歼灭的方式 在攻击呢 坦白说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攻击 都是歼灭战 难道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这一段吗 我们是因为经历了太多 所以才要事先提出警告 我再说一次 我选民一枚啦 只是观察多了 告诉大家 难道我们的记忆 都这样子那么快的 就轮丝掉了吗 就丧丝掉了吗 不知道说那个时候 是用什么方式 来歼灭攻击的吗 但我也很佩服李老大 就是说 其实有73%的民众 不知道小英的 两岸政策是什么 可是他可以很肯定的说 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我是有一点点 我必须讲 我认为 不管总统也好 国会也好 如果现在换党做的话 我认为两岸政策 都会出现重大变化 任何一个 都会出现重大变化 因为那个方向 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他不会到 极端的统一跟独立 可是各位 统一到独立中间 有太多的percentage的 他可以是灰 他可以是深灰 他也可以是浅灰 我抱歉 对不起 我这样讲 我这几天这样在思考 我回去也想 我们在节目上 会不会太大声了 会不会态度非常不礼貌 可我想到后来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 我不能说用恐吓 所以告诉民众说 我告诉你 两个犯人在那边会输 会输 我告诉你 民进党当选以后 台湾完蛋了 台湾老百姓 大概从两千年以前 一直被恐吓到现在 我相信 已经被唾弃了 所以亲民党今天 不是去跟国民党斗 也不是 我们的票里面 很多是民进党来的票 所以我是说 今天民众可能已经 唾弃蓝跟绿了 我说实话 我刚才讲说 那个补选的 我还没有说更清楚 两边的得票都很少 老百姓已经唾弃了 五都的时候为什么 看起来 如果不是那一颗子弹 看起来那个习次 恐怕也会输 可是习次赢了 票也输了 什么原因 老百姓在转移了 你没有一个出口 老百姓有些不投票了 所以我是说今天亲民党 没有被乱的艺术 我也不是 也不是骗地开发说 73个选区都派人 原住民派六个 没有 我们只是说 让亲民党 有一些不错的人 因为这段时间来 执政的结果 我是想 执政是一体的 执政是全面的 执政没有选择 因为我很青年 所以我这个成绩不好 你们不要看我 因为我很守了 司法这一块 其他你们不要 我做不好 你们不要看 不是 执政是全面的 老百姓的感觉 是很自然的 跟那个小孩一样 小孩啊 这行为来的很直接的 他不会说 你打他一巴掌 他不会哭 不会了 你只要稍微 身一大一点 小孩就吓哭了嘛 一样 执政就是说 你执政的好 整体的执政好 老百姓给你拍手 如果你只是说 我好青年啦 哎呀 你看 我这个不搞族群 都斗争了 谁敢搞啊 现在 那当然是 老百姓的感觉最重要 所以我是说 现在不要再用 第一个 不要用封闭式的 自我感觉良好 第二个 我们没有说要下选民 但是拜托 不要用那个说 不这样的 会这样 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 稍后这个数据明显 可以回应 这个国民党 还是用 所谓的旧思考 在恐吓这个选民 还是选民的这个看法 我们稍微准备 开放观众朋友加入 稍微回来 最后来观众朋友 刚才这个 目前的所谓的 这个国庆的这个问题 刘文雄先生说 国民党不要这个恐吓人民 说这个利益执政 或者是利益这个政选 甚至在国会的这个未来 可能这个多数的话 就一定会乱的这种情形 大哥我想公道一点 帮国民党讲 马英九执政 从2008年到现在 历经多次的选举 有没有哪一次 我们的诉求 是说 不要让台湾独立 不要让台湾共和国 万万税 因此我们要投给国民党 有没有哪一次的诉求是这样 没有 他本身不讲 你在这边讲说 选了以后就会怎么样 我必须这样讲 你老大请让我露宿完 拜承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恐惧的 因为民进党在 你去回想五都选举之前 他们讲的是什么 他们讲了 2008年选举之前 他们讲的是什么 他们讲的是木马图层 讲的是两岸只要有交流的话 台湾就会不见 我只把这个现况反映出来 反映出来什么 两个党的基本价值观是不同 这是我第一个必须要讲 那我不认为说 你们口中肯定 执政之后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的 民进党真的如大家所言 不会给台湾带来怎么样的不安 随便举几个例子 发生在没多久之前 几个月前 蔡英文还是公开在消费 马赫林先生的骨灰坛 企图操作族群之间的仇恨 族群之间的不安 族群之间的对立 不是吗 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 也是他 论述这些东西 我在南部听先生体验 我等一下一定会 充分请听您说明了 我在地方 不管是公园里面 去拜票去听来的 这些人在讲的是一样的言语 他在讲的是对国民党的抹黑 在讲的是对 跨流跨我去握手 爱咒郎卖咒告 那种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说 你只要主张中华民国 你只要不是主张绿营的思维 你就是他们 说实在的 不信任的对象 而这些选票 如果你们认为 真的可以到亲民党这边 我觉得我尊重你们的判断 但是我所看到的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最后要讲一次 我完全无意 要说一定投给国民党 才是任何这个价值观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认同亲民党 我认为这选区推谁出来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我认为这不是坏事 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两个同志出来 现在基本上认知有这个差别 你们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在所谓的泛兰里面 推出一组 不管是谁 国民党或者亲民党 推出一组 可以来维持 你们所认为的这种价值 但是亲民党认为说 这个基本上 即使民进党的 这个多数在国会的话 不会造成那样 所以不要用恐吓 这里我们听了两党之外 惠文先生或者风仙小姐 都可以是 这个 这个 明年会拿到三张选票 总统的一张 区域立委的一张 还有一张是 不分区的政党票 那选民 你到这三张票 去投票的时候 要先想清楚说 这一张啊 是合作的 这一张啊 是有初选的 这一张啊 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什么的 我刚刚听这个 刘文雄委员讲说 啊 蓝的绿的都被唾弃什么的 那其实 亲民党就应该出来选 而且不应该只提 十个十五个 都提一点嘛 如果亲民党真的觉得说 啊你们蓝绿都不行啊 国民党民党不像话什么的 我也不反对啊 但是亲民党行吗 这个问题是在这里 如果亲民党真的行的话 那跟国民党初选干什么呢 所以涛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如果所谓的党外初选啊 不是全面合作的话 所以我不分区我还是得提人啊 刚提到新党 新党上一届 3.9%的这个 不分区的票 四十几万票 一席立委都没分啊 那四十几万就浪费了啊 今天我们要看清楚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总统不推了 马英九选 我们都投马英九 我们不推了 好 那部分区我还是要推 区域部分全区我要跟你抢 然后国营失业什么好康的我也要 分少一点我就骂你 他跟你做了一个板子 列了亲民党的一些 现在在当董事长的什么的 新党没有吗 考试委员监台委员没有吗 多少都有啦 不是要比赛啦 我们台语讲 完没没完就啦 完没是没完就 我最后来说 今天在文体修这篇 我肯定看法是很好 我给大家做简报就是什么 简单的他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有些小党 希望下一届一起做朝野协商 一起玩密室政治 我都帮亲民党想好的 谁去帮他们站台 就是陈聪明 当初陈聪明怎么过关的 不就亲民党整个都 跟着民进党 去投陈聪明的同意权 除了张显耀以外 还为要帮显耀兄讲句话 所以张显耀兄的全部都投啦 我来解释一下 我这样好 我如果没有记错 辉文兄曾经在他电台节目 还帮亲民党讲了话 当时 是我领军 我们在程序委员会 党 一党再党 党都不能党 有一天 曾永泉跟我们说 要放他过了 我说为什么放他过 我说我请问你 我们反对谢文定的理由 消失没有 他没有啊 我说他为什么放他过 老板交代 老板是谁 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主席 他说就让陈聪明放到里面去表决好了 当时表决的时候 一直号召我们说要去投给陈聪明的是谁 这张显耀耶 这最后他跟着国民党的态度 当时国民党是放陈聪明进去最主要关系 不是亲民党放的耶 亲民党是跟着国民党去的 我如果有讲错任何一句话 我立刻找去关都可以 所以各位不必笑 笑得那样好像说我是在骗人 我是说实话 因为免得一说再错 一错再错 而且再来投票的时候 国民党是看了胡忠信这些民嘴说 哎呀你们国民党不行啊 所以在门口一直喊 国民党人通通跑了 领票 出席不领票 这是民主政治吗 你好歹你勇敢 我反对陈聪明 没有人反对 对不对 所以亲民党是背了黑锅 我今天必须讲 第二个我感谢陈辉文兄 刚才讲说 亲民党我欢迎你们都能选了 感谢你有点改变态度 不过谢谢你 亲民党没那么多人 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没那么多人 我们会接受你这个 我今天必须成绩 我必须成绩这个抱歉 30秒就可以了 当时国民党并不如文兄兄所讲的 国民党是高斯柏几个委员 处理个评鉴委员会 正式把他各项指标 做完评鉴之后 决定 我那是国民民党的 决定 没有没有 那时候2007年 是国民党的 决定不予支持之后 党团决议 因此一票都不投 这个事实大家可以去翻 隔天我还在领队到头版 这个事实 为什么 资料都可以打 为什么这一言 谁要让他进去 谁要让他进去 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再被误会 要严重说明 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 那是一个关卡 可是最重要的是 投同意权的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眼睛 那个时候 高斯伯跟雷茜 他们合组了一个 审议委员会 做出来的结论 是不与通过 我们当时还在笑 高斯伯跟雷茜说 哎呀你这个案子 你到时候国民党 不会遵守你这个案子的 后来国民党是寄出党记 来要求说要投反对票的 为什么不要放他进去 我请问国民党 告诉我说 国民党为什么要让他进去 买一九总统 买一九同意的嘛 是沈永泉讲 不是 他在事情 稍微达到最有公平 涛哥我最后一句话 后来是因为 大家听得名嘴说 你们再让他过 你们国民党就要历史罪人 没有人敢投他嘛 李温雄雄 我对不起 我当然也不是真的 我在跟李涛讲话 给我一句话的时间 如果亲民党在立法院的 这个检查中党同意权的行驶 这么轻易的 就被国民党糊弄的话 那亲民党还是不要进立法院好了 我们差不多这个回来 这句话要解释一下 亲民党怎么会被我糊弄 亲民党是以为说 你怎么被国民党圈的 彼此怎么被国民党骗啊 这就是国亲 合作最大的困扰的地方 这样我很担心啊 我们以为国民党是要投赠 国民党在投反电票 当时也有投资我们嘛 我去好了啦 我去好了啦 我去好了 你帮国民党搞的可以 但是不要过分 我去好了 大家一次一次搞清楚